嗨 大家好 现在看我呢就是一个大素颜的状态 然后呢额头上就抱了一个大豆豆 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适合夏天的一个上底妆的方法 其实作为一个混油皮 在夏天呢底妆是非常非常容易脱的 特别是我们的T字区啊 严重的时候我们脸颊都会开始脱妆 其实在之前呢我有知道一个 非常厉害防脱妆的一个方法 叫做三明治底妆大法 这个底妆的发明者呢就是 大名鼎鼎的Ghost大叔 其实他在四五年前呢 就有这个方法出来了 据说到现在还很多人觉得他很好用 当然我自己还没有试过了 所以呢我就想把自己的第一次 试用效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他的防脱妆效果到底有多厉害 好了假如感兴趣的话就借着跟我往下看吧 第一步呢还是跟我们平时 上底妆的方法一样 就是用一个保湿型的妆前乳 给皮肤做一个打底 这也是为了让后续的底妆更加的服贴 接下来第二步呢 就跟我们平时的上妆顺序有所不同了 接着就是上散粉 它上面说 这一步的原理其实就是类似于 地基的一个作用 首先呢将散粉 把我们皮肤上的粗大的毛孔啊 细纹给填平填实 就是类似于一个地基的作用 另外有了地基之后呢 粉底和散粉就会融合在一起 底妆的持久力更强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就先试试看 太热了 我把她发扎起来了 首先呢我们拿一把 蜜粉刷 蘸取一点点的散粉 记住量不要太多 首先呢我们开始从我们的剃区 最容易出油的地方开始定 还有我们的眼下 下巴 接着呢就是上粉底液 我们只要用我们平时爱用的粉底液就OK了 下一步呢就是遮瑕 首先我就是要把我额头上的大豆给遮掉 还有我们的黑眼圈 但是我发现啊 我这个大豆应该是遮不掉了 我们发发的最后一步呢还是定妆 但是这一步对于混干皮和干皮来说可以忽略掉 但是对于油皮和混油皮来说的话 建议你还是做一下 好了 现在一个三明质底妆的底妆就完成了 等会呢我会画一个全妆 然后看它一天下来整体的持妆力度如何 现在画了一个淡然的全妆 然后现在的上海温度是28度 28度其实是挺热的 但是今天还好有风 那我就想出来溜达溜达 实测出门才有说服力 啊 啊好热 现在已经五个小时过去了 然后我 我其实有出汗 因为今天实在是太热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顶中的状态 虽然我有出汗 但是我发现底妆好像几乎没有什么脱哎 一般的话像出汗之后底妆是非常非常容易脱的 我们拉近来看 看 现在就是五个小时加半高温的状态 就出了汗 但它底妆保持的完整度还是挺高的 就是没有明显那种脱妆现象 再过几个小时咱接着看 点了一份又辣又烫的面 咳 这个方法还真是挺牛的 我刚吃了很辣很烫的面 也出了点汗 但是现在还是属于一种丝毫不动的状态 哎呀细节 也没有脱 额头上也没有脱 下巴 再过个四五个小时 看十几个小时之后 它的一个状态是如何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整体状况 首先从额头上来看 这颗豆豉完全藏不住了 它本来也没有藏不住 整体脱妆现象还好 轻微的一点点几乎是没什么变化 然后再鼻子 其实鼻子这一边鼻梁 而且非常容易出油 那也可以看到了 但是脱妆现象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轻微的 还有鼻翼啊 其实保留的还是蛮好的 然后眼下是完全没有脱妆 个人觉得GOSTA说 这个三明质地妆大法 还是蛮有效的 清澈有效 就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出去旅游啊 或者就是油皮和混油皮 经常脱妆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试一下 点赞